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收看2021年8月25日 星期三的国际新闻 桑普为大家报国际新闻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导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造神又有新动作 中共国家教材委员会昨天颁发一份 《习思想指南》 要求各级学校在新学期开学之后 要全面学习习思想 除了有单一个习思想学习课之外 包括理工农业等各类的课程 不同领域都要有有机融合习思想 有机融合习思想 什么是有机融合呢 通常有机农业就是把习放入泥土 习思想是否够习呢 暗时是有机融合习思想 习思想是一粒糞便 大家可以想一想 让习思想覆盖所有教材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导 这份习思想指南的教材 名称叫做 很长希望大家可以读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课程教材指南 这个很有趣 规定要有机融合理工农业等各类课程 并设有包括习思想 国家安全教育等九个重大主题课程 要从小学起学习思想 一直到大学研究所 还要互相涵涉 层层递进 将习思想注魂在学生身上 注魂 即是黑注注明 这个灵魂去到这个学生的身上 洗脑吧 不知是洗脑 还要注魂打人技打错人 厉害 近日看到中共的教育部 教材局局长田卫生明确表示 要培养学生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书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继接触奋斗的理想信念 近日你中共才大打补习教育 声称是要为家长和学生减负 如今再颁发习思想教材 还要全覆下所有学校明显自相矛盾 中共教育部教材局官员解释 这个培养学生核心要素的应有之意 总之上海的小学不要考英文 就要考习思想 并且在学生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 课程内容要总量管制 但是习思想是必收货 习思想这么高深 小学生明不明呢 不要紧一定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就是一只小学鸡 一个小学鸡比小学生学习 他的思想是完全適合 你给一些很难的小学生学不行 你给小学鸡的思想 完全搞得行 希望小学生好学 不要做一只鸡 笑一只鸡 就是这个习近平 根据联合报的报导 联合国人权理事高级专业巴舍来 今天指控白塔利班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呼吁撤落专责单单位监督 但中国反指应该追究美国和盟国军队在阿富汗侵犯人权行为 总之就是说你骂我我骂你这个本 这个就是中国的策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就是这个中国红霸 流氓国家红霸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今天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阿富汗的议题 巴舍来的Michelle Bachelet在会中表示 塔利班迅速占领阿富汗 引发国家忧心过往侵犯人权模式再起了 忧心而已 巴舍来就说 数周以来收到令人痛心的可信报告 指塔利班在控制地区采取即刻处决 限制妇女权益 不让女孩上货 以及招聘同兵和镇压和平抗议者的做法 因此当前时刻非常关键 阿富汗人民期待人民人权理事会 捍卫和保护权力 使得这次特别会议非常重要 因此他呼吁采取强力行动 设立一个专门机制 来密切监督阿富汗变化中的人权状况 又拿些钱 又有机制 又要监督 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到 你没有军队你做什么 你有什么办法 你监督完美军你撤走 你有什么办法去监督他 你北约派过去一笨 英军派过去一笨 撤走了 Stupid 当国际社会联合起来 就来向塔利班发出重要信号 即无法容忍侵害人权行为 Biden has retreated their troops 他们等所有美国人走完之后 就会retreat所有的了 没有conditions 没有次序 不是先平民之后军备再撤军人 而是先撤军人 即是等于你先呢 你先做什么呢 着腹 即是撤屎 先着腹 即是敏屎 即是撤屎 即是随腹 这个是相当很有趣的 一样次序 是拜登才做出来的 你问他做了什么出来 让大家笑 这一件事就是他的呼吁 不过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陈毓 就在会上发言 反之美英等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侵犯人群和阿富汗国家主权 反咬你一口 你说这个 俄地帮有人权问题 我告诉你 美国有民权问题 你说中国有抗抗病毒研究所 涉毒 我告诉你 美国这个 德德里克保的时候 涉毒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 喊男子家的方式 陈毓表示 美国等国家 打着民主及人权的旗号 对主权国家 军事干涉 将自身模式 强加于历史文化和国情 侧然不同的国家 严重损耗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凭指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家 军队阿富汗侵犯人权 必须受到追究 他说 中国尊重阿富汗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干预阿富汗内政 愿继续发展木轮友好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知道 拜登拜会的这种 败政 就是给中国共产党 扩大一带一路的一个 桥头部空间 另外 中国近日出现一个男团 叫天府少年团 Panda Boys 他在本月二十日正式出道 引来以论 因为虽然叫做少年 但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八岁 就有不少网友 勞轰 经纪公司根本就是残可幽苗 就连党媒都狠批 详浅详封了 不过就在昨日二十四日的夜晚 经纪公司ASE 亚洲星空娱乐也发出了最新声明 升职已经将天府少年团 Panda Boys 解散了 那很简单 你有吸精的 或者引起话题的 或者你有任何原因 好与不好 引起话题 使大家接触到的 想看的这些 Panda Boys 就要解散 为什么 共产党最怕大家聚焦在党以外的地方 习近平以外的地方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天府少年团的成型当中 年龄最大的11岁 最小的7岁 整团的平均年龄只有8岁 在20号时的发表单曲正式出道 经纪公司ASE 亚洲星空娱乐更加发表声明强调 我们更像是一帮满幅情怀的 满幅情怀的少年教育探索者 孩子是未来 我们是航船 我们对每个成员不仅在声乐 声乐 舞蹈等艺术方面 有高质素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背负着 让孩子全面发展的使命 并且公司 不是将孩子当成赚钱工具 而是对每个成员的要求 都是在保证学习的前提之下 完成艺术训练 并说要将中国优秀的文化 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我们绝不会违背初心 将孩子当作赚钱工具 A.S.E.要向所有人证明 我们中国娱乐圈三观正 积极向上 用美好团情投入事业的团队 不过出道消息 曝光之后 引来中国网友的热议 不少中国网友 涌入官方微博留言 他说这个年纪好好读书吧 现在将他们拉出来 提前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他们会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吗 他们是在帮自己还是害他们呢 帮他们还是害他们呢 而官媒这个央视网 也都重划批评 这个男团让网友你最新的知识都找不到了 到底是傻还是想剪下风了 这背后的公司需要好好查一查 不过还不到一天 ASE加州星空娱乐再度发出声明指出 即日起解散天府少年团 红猫少年艺术团Panda Boys 并认真妥善处理后组工作 感谢社会国界的网友的监督批评 声明一出 再度引发热议 不少网友就留言表示 这就是所谓的出道子解散吧 不断命的团啊 让孩子回去上学吧 五天的限定团 那这些就可以一个花生的声闻给别人 大家摸一下 很简单 凡不崇敬党和习近平的 都不值得崇敬都需要被取提 就是这么简单 以上就是今天8月25日的一日国际大事回顾